- 神秘奇幻的主題故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秋 來來到神秘奇幻的主題故事 上一集《魔獸風雲錄》 介紹了我個人最喜歡的女角色 西瓦納斯 這集來把女王的故事做個收尾 上集的主軸在講女王的黑話之路 這個黑話主要指的是 她從一個高等精靈的遊俠將軍 對抗邪惡天遣軍團的領袖 變成為了復仇不擇手段 以自身跟被遺忘者存亡利益 為憂心考量的女妖之王 是一種正義道德離她遠去的墮落 但這種墮落是不得已的 是阿薩斯讓她被迫接受的 生不如死的悲慘命運 造就了她心態跟言行舉止上的扭曲 算是合乎邏輯的轉變 但8.0決戰愛德拉斯之後就不同了 女王的一連串行動 讓人越來越眉頭深鎖 編劇很明顯 有意要讓西瓦納斯更加黑化下去 到什麼程度呢 居然跑去燒世界樹了 身為部落大球長 還反過來罵部落都是廢物 噁心的包含我在內的無數部落玩家 9.0以後的版本 再來個讓人不忍直視的大洗白 基本上回了西瓦納斯 這個角色多年來 一陣一邪的塑造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中間的巨邪到底發生了什麼 讓阿球我來幫大家複習一下 如果喜歡我聊魔獸 還懇請幫影片按讚 訂閱奇幻圖書館 留言給我支持 我也會更有動力 繼續更新這個系列唷 6版的德納諾紙版 西瓦納斯沒有什麼細分 直到7版軍臨天下 女王才要讓世人見識到她的英勇 由於燃燒軍團大規模再次入侵 部落和聯盟又一次合作抗擊外敵 聯盟很自然以瓦里安為首 部落則以大球長沃金為首 喔對 先前白虎式的審判 卡爾洛斯地獄後大球長的位置被剝奪了 沃金挺身而出 代表部落聆聽瓦里安的忠告 並在索爾和其他部落領袖的支持下 繼任為新一任的部落大球長 然而破碎群島戰役中 燃燒軍團早就埋伏了大量軍隊 等著聯盟跟部落大軍自投羅網 結果就是 部落本來要援護聯盟 卻因為被埋伏而受到重創 大球長沃金深受重傷 命悬一線之際 西瓦納斯趕快召開了華爾街救走沃金 且為了保住部落只能丟下聯盟 提前撤離戰場 然而聯盟不知道部落遭遇了埋伏九死一生 只覺得部落果然是信不得靠不住 失去盟友的援護下 聯盟突襲失敗 瓦里安更為了保住聯盟大軍安全撤離而自願犧牲 這一戰加深了聯盟跟部落之間的嫌隙 回到部落這邊 奄奄一喜的沃金 在臨終前 天見了神靈的地獄 告訴他應該傳位給西瓦納斯 於是 女王就順理成章接下了大酋長的位置 其實沃金並沒有很喜歡西瓦納斯 應該說在憤怒之門事件後 眾部落領袖對於被忘者多少都有防範之心 所以沃金的決定不只當時的部落領袖 一票玩家也想不通 後來九版出來我們才知道 原來沃金是被陰了 當初以為是萬靈滴雨的旨意 原來是愛寧之境的勢力作祟 刻意讓他做出傳位給女王的決定 因為在他當聯盟領袖的時候 聯盟的團結力是部落無法比擬 這是他手段高明的地方 這點在西瓦納斯擔任大酋長時 也沒有太大的改變 而對西瓦納斯來說 部落雖然重要 但最優先考量 絕對是他所領導的被遺忘者 這時他秘密來到冥界 和黑雅爾做了一個交易 獲得了包含黑雅爾神力的靈魂之燈 目的是用來束縛華爾旗女神 埃伊爾 逼迫他創造更多華爾旗 移供西瓦納斯使用 當個痛恨女王的狼王吉恩 這時候出現了 硬生生破壞了西瓦納斯的計畫 當然西瓦納斯是不會放棄的 在先前的世界中 他已經明白華爾旗 就是被遺忘者能延續的關鍵 聽聞妹妹成為部落的領袖 風行者大姐艾蘭莉雅無法接受 先是和小妹凡蕾莎交流了一番 之後艾蘭莉雅安排了三姐妹 來場超級久違的團聚 並打算奪回家族故地風行者之塔 也看看彼此是不是還能成為一家人 這次會面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在前往風行者之塔路上 女王提議完了 哪一句是謊言的遊戲 規則是每個人各說三句話 兩句為真一句為假 等奪回風行者之塔之後 大家在彼此揭曉哪一句是謊言 大姐跟小妹的其實都不難猜 反而是西瓦娜斯的比較不好猜 大姐的三句話是 1.我非常想念你們兩人 2.虚空的力量是巨大的恩賜 3.多年前走進黑暗之門 我不後悔 小妹的三句話是 1.我相信血跡年 我認為他們可以獲得救贖 2.我現在終於能接受 生活裡面沒有我自愛的蘆寧 3.我很怕失去你們兩個 永遠失去 西瓦娜斯的三句話是 1.有的時候我希望我還活著 2.成為部落大酋長 3.我永遠不會背叛你們 我的姊妹 聽到女王的最後一句 大姐馬上回嗆 你說死小妹 謀殺卡爾洛斯 也叫做不背叛她嗎? 上一集又說 這件事讓西瓦娜斯痛心之急 完全是地雷 而且事件之初 其實是小妹先來找她的 所以女王看著小妹回應道 小月亮是這麼告訴你的嗎? 告訴她 這件事最一開始是誰的主意 又是誰說服了誰 是誰拋棄我的? 講一講女王一把火上來 直接轉化成女妖的真身形態 用很殘忍的方式 殺死了塔內的一個殘影 大姐看到這種行為 也暗影之地上升 怒嗆 你不是我心愛的大妹 只是個假裝我大妹樣子的假貨 西瓦娜斯也反嗆大姐 變成這種形態 我根本無法選擇 而你拋下我們 還變成這副恐怖的模樣 你才是怪物 正當兩位要打起來的時候 小妹傷心的跳出來原場 西瓦娜斯和大姐才冷靜下來 到目的地後 大姐跟小妹都揭曉答案 然而西瓦娜斯卻拒絕了 為什麼她拒絕了呢? 還蠻值得細細思考的 三姐妹其實都各有一句 是關於她們姐妹情的 雖然大姐不能接受妹妹的轉變 但她還是很想念兩位妹妹 小妹雖然毒殺卡爾洛斯的計畫 背叛了她 但也是真心不想失去兩位姐姐 這就讓女王顯得尷尬不已 因為她早就在塔的附近安排了殺手 準備幹掉自己的姐妹 然而在離別前 小妹對她先前食言 背叛姐姐一事 認真道了錢 懇求二姐有一天能原諒她 這一刻西瓦娜斯猶豫 並放棄了刺殺 但很明顯 西瓦娜斯跟自己的姐妹 除了共同回憶 和對彼此關愛的感情 已經不再有任何交集 哦對了 以我們對女王的了解啊 其實她安排了殺手 也不是真的要讓自己的姐妹 直接登出 再怎樣不計都有華爾旗復活之力能用 先不論旁人同不同意啦 但成為亡靈的西瓦娜斯 應該不會認為這樣叫做背叛 所以假話應該是第二句 成為部落大酋長 並沒有讓她有任何自豪或驕傲之情 因為當或不當 只要她決定要做一件事情 她就必然會想辦法貫徹 換句話說 她並不稀罕大酋長這個位置 隨著燃燒軍團被擊退 薩格拉斯最終被駐魏泰坦封印 被封印前 她用劍刺入艾哲拉斯深處 在西瓦斯製造了一處巨大的傷口 形成了艾哲來驚炎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艾哲拉斯這個星球 血液的過化狀態 擁有強大的能量 在收到哥布林對於驚炎的第一手情報後 西瓦拉斯令哥布林大量開採驚炎 要用它來製作更具有殺傷力的兵器 在共同外敵被盪平後 土地上出現了強大資源 很自然就讓兩大鎮魚想要去爭搶 這部分主要兵力在卡林多的部落 有很大的優勢 聯盟當然不可能放任部落快速強大 反過來威脅他們 兩兵的矛盾就被金眼給激化了 西瓦拉斯希望趁著部落強大時 快速征服聯盟 首要目標就是東部王國南方的人類組成 暴風城 但和薩魯法爾霸王討論後發現有困難 薩魯法爾這時候質疑大酋長西瓦拉斯的想法 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好像很急著要跟聯盟開戰 西瓦拉斯則合理的解釋說 他相信聯盟和部落永遠不會原諒 他們對彼此所犯下的罪行 所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而在以往兩大陣營的對決中 部落是敗多勝少 想要讓部落安穩的壯大下去 就必須在不可避免的對決中贏過聯盟 現在這是掌握今年的部落最好的機會 後來西瓦拉斯領導的部落 將削弱聯盟勢力的目標 放到了聯盟在卡琳多的軍事力量中心 也就是葉金年的根據地達納蘇斯 而西瓦拉斯很清楚 如果部落突襲達納蘇斯 必然遭到聯盟的報復 最可能目標就是西瓦拉斯 自己的首都幽暗城 所以對此他也做了十選準備 然而根據小說資料 西瓦拉斯其實一開始是沒有招數的 最初的戰略只是想佔領達納蘇斯 並幹掉馬法里奧或泰蘭達 兩人的其中一人重創業精靈領袖夫妻 就能分裂聯盟勢力 但為什麼後來決定燒世界術 泰達希爾的呢 因為原先的計劃泡糖了 薩魯法爾沒有補刀重傷的馬法里奧 當時的狀況是 部落入侵到黑海岸時 西瓦拉斯跟馬法里奧進行了最終對決 結果薩魯法爾接近時 一個意外 讓他還搞不清楚狀況之下 手上的斧頭就脫手而出 朝馬法里奧的方向飛了過去 還砸中了 馬法里奧重傷倒地奄奄一息 當然斧頭脫手的那一刻 薩魯法爾就懊悔了 人家在一對一對決 還搞偷襲 獸人是不能允許這種不榮譽的事情發生的 然而西瓦拉斯對結果非常滿意 把馬法里奧交給薩魯法爾處置 並說 這份榮奧是你應得的 然而舉起戰斧的薩魯法爾 遲遲下不了手 心想 這哪裡榮奧光彩了 我根本是正人之危 猶豫不決的情況下 泰蘭達就把馬法里奧救走了 薩魯法爾鬆了一口氣 但西瓦拉斯當然是氣得要死 好不容易守到前來的勝利 就將被放飛 好 兩位目標都沒有死 那原本分裂聯盟的計畫 就沒有足夠殺傷力了 對葉金妮的打擊也變得不痛不癢 更可怕的是 領袖沒殺成 可能給聯盟凝聚更大的象星力 來共同對付部落 無論如何 一定得讓葉金妮有個永久性的慘痛損傷 於是他不管樹上還有多少無辜的人民 決定燒了世界樹太達希爾 接著就能順利掠奪黑海岸的資源 而失去兵力跟資源的葉金妮 再也無法跟部落對抗 則決定震驚了身旁的薩魯法爾 跟對他百般死中的納薩諾斯 兩人面面相去 都覺得 哎呀 這樣幹也太不人道了吧 遲遲沒有行動 直到女王再次怒喊 給我燒光 伴隨著無盡激勵的慘叫聲 世界樹被焚毀 薩魯法爾 當然完全無法認同女王的作為 大聲斥捨女王 不只毫無榮譽感 還把聯盟對部落的仇恨拉到了頂點 不過西瓦納斯卻很冷靜 而且已經開始著手策劃 又暗沉的防禦工作 對西瓦納斯來說 達納蘇斯從來就不是 自己摧毀聯盟的終極目標 只是用來讓聯盟內部出現分裂的手段 這手段必須夠贏 才能體現出聯盟新領袖 瓦王之子安杜因 因為不答應泰蘭達 球員出兵 所造成的事態嚴重性 其實本來也不用稍數的 死一個馬巴里奧就能有同樣效果 但你薩魯法爾 就為了那可笑的榮譽感 不補刀 為了善後 我女王也只能稍數 走一個極端的不是嗎 好 可想而知 接著聯盟肯定會復仇 就如同憤怒之門事件後 瓦王帶著精兵前來清角又暗沉一樣 這時聯盟四個領袖都有對部落 或是說對西瓦納斯復仇的理由 安杜因要為父親的死討公道 狼王吉恩不用說 西瓦納斯殺了他兒子 死仇不共戴田 馬巴里奧差點被西瓦納斯弄死 家園勝訴幾乎全毀 可以說是全足之敵 賽拉摩之戰後的珍娜 也收起了為部落著想的天真 驚天一句 為了聯盟 打響了羅德龍之戰 這戰的動畫之慷慨激昂 讓已經退坑的我都忍不住回國 身為防守方 部落雖然努力守家 但聯盟還是有兵力上的絕對優勢 不斷推進 逐漸圍困了幽暗沉 身為大酋長的西瓦納斯 覺得這樣下去不行 並開了大招 用女妖形態 擊破了聯盟的攻城塔 扭轉頹勢 哇 部落這一波氣勢打出來 連安杜因都被薩爾法爾擊倒 狼王打退了薩爾法爾後 一個不勝也被法術擊中 危急之際 安杜因力量覺醒 兩邊又戰成了勢均力敵 接著西瓦納斯 把之前用金眼開發出來的兵器 推到前線去 但效果不髒 心想 幹 經費都白花了 還是只能來贏的 戰場上瞬間瘟疫四散 逼得聯盟只能撤出瘟疫區 這時候 曾納成的戰艦來救場 一個法術直接驅散了瘟疫 大軍趁勢砲擊成強 打倒了不死族的部隊 來到幽暗城廣場 只見薩爾法爾一個人 對著聯盟領袖們叫囂 他在想什麼 在這之前 他對西瓦納斯的瘟疫陰招 相當不爽 因為這瘟疫的爆炸 擴散不分敵我 部落自己也會有不少死傷 但女王不以為懶 回嗆說 榮雨對你們這些生者來說 或許重要 但對已經死去的屍體們來說 毫無異議 所以薩爾法爾心想 唉 孤身暫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沒想到聯盟 沒給他這個結局 安杜因出於對他的尊敬 只是把他關起來 這下 進到幽暗城王座 只是時間問題 西瓦納斯安頓好一切後 獨自等候四位領袖們到來 他本來就知道幽暗城守不住 所以乾脆將計就計 在城堡附近 埋了大量的瘟疫炸彈 打算四機引爆 他自己折開大招秒桃 但只要震納在 聯盟就能突破危機 一個魔法屏障 跟集體傳送 又救了大家 很明顯 西瓦納斯是刻意廢掉自己的組成 不只如此 瘟疫的擴散 讓羅德隆地區都成了生人物性的土地 聯盟只撈到了一片廢土 從戰略上來看 有阻斷聯盟北上 間接保護北方血精靈老家的功用 可見女王之機敏與不擇手段 然而兩陣營的實力差距還是擺在那邊 為了持續跟聯盟抗衡 西瓦納斯派遣了一支小隊 潛入暴風城 救出了戰達拉帝國的先知族兒 跟公主塔蘭基 女王看上的是戰達拉的海軍力量 而塔蘭基則需要部落勇士力量 來處理戰達拉的內憂 原本想說也順便救出薩羅法爾 沒想到他老大還不想被救 聯盟為了阻斷戰達拉勢力和部落勾結 大舉進軍攻打戰達拉帝國 經過一番波折 聯盟軍隊退去 西瓦納斯也參加了塔蘭基公主的加冕典禮 部落獲得了新的得力盟友 從這邊你可以發現 女王雖然行事作風不受歡迎 但她確實想辦法 要讓部落能有實力對抗聯盟 當然她最優先的出發點 不是部落本身 而是既然這裡是被遺忘者的陣營 那為了子民 他必須做一些什麼 來保證被遺忘者的存續 不會受到威脅 然而 等著西瓦納斯的 卻是部落陣營 對她的不能諒解 為了讓部落在艾澤拉斯決戰中 重戰上風 大球長西瓦納斯決定再次用計 重傷聯盟內部 這個計劃不意外特別狠毒 也依然有損部落榮譽 但如果成功執行呢 也會很有效 什麼計劃呢 就燒復活 珍娜已經死去的哥哥 德瑞克成為被遺忘者 把德瑞克當成是兵器 來重創珍娜的身心 但當時的牛頭人領袖貝恩 對女王打算出這麼惡毒的狠招 終於看不下去 畢竟珍娜曾經幫過她的忙 於是貝恩違抗大球長命令 私下劫走了珍娜他哥 把人平安送還給珍娜 但對西瓦納斯來說 貝恩這個舉動 就是公然反叛首領的命令 貝恩自己也坦誠不會 甚至指責女王 用這種下三難的計謀 根本是背叛部落 結果當然被女王反嗆 你這傢伙衝康我才叫背叛 然後就被囚禁起來 西瓦納斯也趁機對其他部落領袖放話 說部落不允許軟弱的人存在 要大家牢記對部落的忠誠 當然多數領袖 都對女王的作風感到不滿 可對於大球長來說 貝恩這種戈壁向外彎的行為 如果不加以處置 其他領袖遲早有樣學樣 那西瓦納斯 大球長的執嫌不就名存實亡了嗎 插體一下 撒爾法爾後來被安杜因 從暴風城監討放手後 西瓦納斯也下令追捕並處死他 畢竟很明顯嘛 他也是越來越不服從女王的命令 不過在一些人幫助下並沒有成功 後來林某埋伏在部落的間諜 發現女王決定處決貝恩 消息傳開後 索爾跟撒爾法爾決定一起去救貝恩 洛索瑪則是口頭支持 兩位獸人英雄趕去後發現 欸 珍娜跟安杜因那邊的人 也來相救了 救出貝恩後 撒爾法爾和安杜因 共謀要前往奧格馬 逃發正在讓部落四分五裂的 大球長西瓦納斯 於是熟悉的場景出現了 一票英雄在奧格馬附近 準備大戰女王 然而撒爾法爾不希望有更多部落同胞 因此流血犧牲 提議要跟女王進行一對一的榮譽決鬥 想當然兩人就一邊打 一邊把對對方的不滿 都拿出來怒斥跟反駁 畢竟是殊死戰了 撒爾法爾很不客氣的嗆女王 稍數根本沒有達到他要的後果 說完便大喊一聲 部落絕不屈服 欸 這意思很明顯 嗆女王 你這種好比惡魔令人髮指的手段 部落其他領袖根本都不認同 你就仗著自己是老大胡搞瞎搞 覺得大家都得遵照你的旨意嗎 我們早就不認同一次部落領袖了 同時還趁機砍傷了西瓦納斯的眼睛 把女生的裝弄虎是很可怕的 然後女王就爆氣了 氣到當場怒罵 部落都是廢物 你們在場的各位也是 哇 這話真的是傷了所有人啊 包含了一大票的部落玩家 接著西瓦納斯利用黑魔法殺死了撒爾法爾 以女妖形態逃離了奧格馬 放棄了對部落的統治 這時候的西瓦納斯 遠來已經成為兩大陣營都頭痛的敵人 並開始進行對他的搜捕 放棄統領部落後 西瓦納斯來到風行者之塔 跟納薩諾斯會合 道出了他這段時間的真實計畫 主要有幾個重點 首先他所引發的一連串戰爭 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死去 給暗影之性的冤猴 送去更多的靈魂 所以希望恩諾斯 把聯盟跟部落的軍隊一併擊潰 兩敗俱傷後 計畫艾薩拉能用黑暗帝國之刃 同死恩諾斯 這個是先前西瓦納斯 跟艾薩拉進行過的秘密交易 細節我就不講了 再來身為被遺忘者的女王 他對生者的處境漠不關心 然而他始終同情被遺忘者們所受的苦難 第三 沒有什麼東西是永恆的 所有生命都要面對死亡一途 其實就是在暗示九版的暗影之界 他和岩域之主合作的計畫 那中間牽涉到一些小說的細節 我就不特別提了 包含想要殺掉十人妖掌管死亡的羅亞 波昂薩姆蒂這段 都是為了要讓他和岩域之主的計畫順利執行 接下來九版的劇情 就讓人有點頭痛、胃痛、全身痛 細節很多很雜 但一個核心焦點在於 原來八版他不顧老幼婦孺 硬生要燒世界樹 還有管他聯盟部落 全都給我提前面對死亡 部落的大家全都是廢物 這種噁心玩聯盟 又噁心部落的發展 都是因為他要去幫岩域之主 收集更多的靈魂到冤猴 冤猴是暗影之境這個死亡國度中 最混亂且毫無希望的地方 宇宙中最邪惡的靈魂 會被永遠囚禁在這邊 承受著無限的苦難 簡單來說就是 理論上不是所有靈魂都該去這邊的 但審判靈魂該去哪個地方的審斷者 因為某些原因進入了休眠狀態 所以眼下幾乎所有生靈時候 都會墮入這邊 成為炎域之主這個BOSS 可利用的力量 炎域之主為什麼要讓西瓦那斯加入他呢? 姑且不論他真正的目的 畢竟爆取編劇 現在怎麼寫 我覺得也很少有人在意就是了 大概都抱著 看下線能有多低的心情在看 這版階小說 原來巫妖王的雙之哀傷 跟統御之虧 是炎域之主讓統御者製造的 再讓魔將把這些工具交給巫妖王 作為幫助他到達愛澤拉斯的先鋒 只是沒想到 歷代巫妖王都拒絕服從他的安排 所以炎域之主 後來就把西瓦那斯當成合作對象 用騙的方式拉攏他 炎域之主騙他說 自己最終目標是要推翻這個 不公平的生死制度 讓每個人都享有真正的自由意志 不被生跟死給束縛 這對於被死亡 勇士不得操生給束縛的女王來說 特別有吸引力 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需要大量靈魂到源頭去 可如果西瓦那斯沒有部落領導權 也很難呼風喚雨 所以就安排了同一掛的盟友 讓沃金把大酋長的位置穿給他 女王本來是不太信 但隱喻之主對他說的預言 都慢慢實現 包含了燃燒軍團的入侵 這就讓女王相信 這是改變世界 改變自己 跟被遺忘者命運的最好道路 所以他以大酋長的身份職權 主動求戰 期望透過戰爭 讓大量的人民跟士兵死去 用大量靈魂來強化冤猴的勢力 哦對了有人疑惑 這兩人是什麼時候搭上線的 時間點就在阿薩斯戰敗後 女王來到冰冠城賽 生無可戀往下跳的時候 西瓦那斯來到冰冠城賽 遭烏妖王伯瓦爾打了一架 伯瓦爾打輸後 統御之虧就被奪走 女王說 這個世界就是一座可證的牢籠 急著就徒手 把統御之虧撕成了兩半 也撕開了艾哲拉斯 跟暗影之間之間的屏障 他要讓所有人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奇怪 我的腦中怎麼浮現了近期巨人的畫面 總之先不論劇情邏輯 這段畫面真的是帥爆了 後來言語之主要利用安杜因的力量 把他抓過去後 西瓦那斯就去找安杜因聊聊 本來是打算要他加入啊 希望一起創立一個更公平公正的世界 結果反而被安杜因提醒 阿阿姨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是遇到詐騙集團的啊 當然兩邊沒有共識就不歡而散 後來啊 西瓦那斯二度去遊說 坦白來說就是威脅啊 要嘛成為跟巫妖王一樣的傀儡 要嘛就加入我們 安杜因心想 這是哪門子的選擇啊 他根本沒得選啊 然後頭腦清醒的他 突然看清了西瓦那斯 內心所隱藏的那個他 突然明白 這就是西瓦那斯 當年沒有能夠得到的選擇 因為女王在這時候 處在一個自我懷疑的階段 如果這時候能夠說服安杜因 放棄希望 那自己就能夠斷開這些詞疑 猶豫 啊 總之女王被安杜因的話 刺到破防惱羞了 最終還是強行控制了安杜因 把他變成傀儡 好 那為什麼後來西瓦那斯 又背叛了言喻之主呢 因為他發現言喻之主的真正目的 不是他原先講的 覺得被詐騙了 自己最終也不過是 為言喻之主理想新世界服務的奴隸 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於是 朝言喻之主 這裡把暗影劍 這一劍 直接把他 從進入副本並BOSS 給大家刷爆的危機中拉了出來 言喻之主大嘆可惜 不過念在小妹妹你啊 傍了我不少嗎 我就把善良還給你吧 說完 就從傳送門中 取出一塊靈魂碎片 拋回到女王身上 這正是多年前 雙之哀傷 從他體內剝離的殘片 殘片讓他的紅色眼鏡變回了藍色 接著西瓦那斯便失去意識 隨後被柏娃爾等人抓住 西瓦那斯昏迷了很久 但烏色為了想辦法 得到更多對抗淫欲之主的線索 努力喚醒了他 這兩人都是被雙之哀傷捅過的 西瓦那斯會經歷怎樣的痛苦 烏色再了解不過 甚至他看到女王內心的狀態時 還說這個傷口比他的還要深 然後就到了女王的內心跟他談談 現階段的昏迷 其實就是善與惡的意識無法融合 尤其是善的那邊 也就是西瓦那斯死之前 遊俠將軍的意識 無法接受變成女王的他 所做的一切殘忍作為 在烏色的說服下 善良的遊俠將軍意識 決定跟邪惡的女王意識 好好的溝通 接受女王的他的一切作為 承擔起應該負的責任 合而為一 所以在醒來之後 西瓦那斯便開始了贖罪之路 才會坦然的 面對後來泰蘭達的最終審判 尋找每一個在冤猴中迷失 背叛或罪大惡極的靈魂 讓他們心懷靈敏 並把他們送到審判者那邊 獲得應有的審判 如果有玩到這邊 可以跟在場的所有NPC對話 會發現每個人 對於泰蘭達 給西瓦那斯的判決 都有不同看法 然而 最終讓西瓦那斯 感受到希望的力量的人 是安杜一 好 西瓦那斯在魔獸系列的主要故事 大概就到這邊了 上次雖然跟大家講說 這集要來好好罵一下 編劇寫了什麼爛東西 但我寫到這邊已經9000多次了 再講下去啊 影片又要破紀錄長了 為了避免大家看太累或失焦 決定之後再另外做一集 專門聊聊西瓦那斯 8版之後的大黑話 到9版洗白的優缺點 以及我的想法 因為關於西瓦那斯為什麼會稍數 其實是可以從一些線索 來分析女王的可能想法的 這部分不會單純只罵編劇亂搞 真的有些地方值得討論 有鑑於8版女王大黑話 被罵到翻掉 9.2的洗白 很明顯有一種 編劇要阻止女王進本的盤算在 然而洗白不是不行 我也很希望女王洗白啊 先前黑成那樣到底是什麼鬼啊 但 最後就選擇搞了個精神分裂的套路 完全讓女王這個意正意邪 擁有複雜情感的人設 一路以來的所作所為 變得很可笑 原來長久以來 都是純粹邪惡的女妖人格在搞事 善人格因為一直被迫冬眠 無能為力 嚴格來說 罪魁禍首就是超刀8版劇情的弗洛爾 在分析從魔獸爭霸3一路走來後的劇情 我認為西娃娜絲完全不需要在8版來個大黑話 女王大可不必 搞出燒世界樹這件事情的 但為什麼做了 講白點就是弗洛爾想這樣搞啊 結果後來性騷擾醜聞離職後 後面的編劇想就也發現難救了 已經黑到一個很難圓回來的狀態 當然啊 我覺得肯定有比精神分裂的套路 更好的洗白方法啦 但可能編劇功力不夠 或是有什麼其他因素的考量等等的 我就不清楚了 總之蠻感嘆的 覺得西娃娜絲其實值得 更有層次跟意義的黑話跟洗白 偏偏成為不同編劇 交錯筆下的悲劇 如果要我用一段話 總結自己的感想 大概就是 多麼匪夷所思的黑話 就連洗白也淪為面目可爭的笑話 而關於西娃娜絲的整體評價 就留到之後的一集 再來跟大家分享吧 希望大家也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能幫我按個讚 訂閱喜歡讀書館 對於我來說就是最大的鼓勵 跟繼續製作這系列影片的動力了 也可以加入頻道會員支持我 或是收聽我跟英雄說說阿瑞 共同主持的Podcast節目 說書人下班後 我是阿秋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